一路狂奔,预计从今明天起,我省将有一次强降水,局部有特大好运。 雨量全省将普遍超过100毫米,其中9号到10号为强降雨及中10吨,我省部分地区将由暴雨到大暴雨,局部有特大暴雨。 其中大北山区、湾南山区、江淮之间东部和北部以及环淮北,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180-250毫米,局部地区可能达到300-500毫米。 台风过境除了有暴雨,还带来了强风。 我们考虑8号到9号平均风力呢,我们省大概在4-5级,这个风场可以达到8级。 气象专家表示,即将登陆的苏丁罗它的规模和移动物件,与对我省造成严重影响2005年的泰绿,以及2008年的凤凰非常相似。 因此气象部门提醒,公众要注意做好防风防汛的准备。 降水也比较集中,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山洪啊或者是城市泥浪的发生,所以也请大家注意。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风力呢,因为有一个增大,所以也请大家做好这个防风的一些准备工作吧。 当历秋遇上台风附地罗,持续了10多天的暑热,终于被打断。 让咱们也能享受几天短暂的清凉。 大家可能也能感觉到今天温度上就应该比昨天温度上更多。 我们考虑今天呢,全体的最高度在31-33度左右。 如果到周五天呢,也能说现在还会继续下降。 现在最高温度是超过30度。